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就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住的这几个地方有八家分公司 所以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OK 那今天呢我们几个单元呢就跟大家谈汽车保险 因为现在我们就谈那个先谈就是年轻的驾驶人和新拿到驾照的这一部分人 他们的保险好不好 在美国的话呢小孩基本上15岁半吧 15岁半就可以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就可以开始学开车了 拿个临时驾照 16岁就是可以拿正式驾照了 是的 是的 那今天你15岁半的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个我们叫做一个Provisional Permit 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练习开车 当然15岁半的时候或者你18岁以下的你拿到这个Provisional Driver License的话 16岁正式拿到 可是它是有约束的 你18岁以下的时候你还是一定要一个25岁的人坐在你旁边 你不能够晚上开车 过了几点钟就不能开车 不能载年轻人 不能载年轻人 所以它是有约束的 那可是16岁的确是可以拿到正式驾照 当然你拿着这个练习执照的时候也不能独立开车 要坐25岁以上的人坐在你旁边 当然如果说今天是18岁才去拿这个练习学习的执照的话 你18岁以后不用25岁的人坐在你旁边 可是一定要有个持有驾照的人坐你旁边在练车 了解 18岁以下的话那一定要有25岁的以上 有正式驾照的人坐在旁边陪着你开车 监督 make sure everything都是都是都是对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保险 我们从我们拿到驾照 我们开车这个这个出门 这一刻起那就是一定要有保险 那么不同的年龄啊 还有这个新旧驾驶者 他们的买的保险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拿小孩来说好不好 就说16岁 好我们拿到正式驾照了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要家长就是要给小孩买保险了 如果他们要如果允许他们开车 其实很多时候小孩1617岁拿到驾照 家长也没给他们开车 或者是等到18 19以后更安全再开车 这种情形也有啊 对当然这个保费的话其实保的保险都一样 都是个像不当然有许多的不同的保险公司 加上这么多保险公司有些公司会对于年轻人会提供比较好的保费 那有些公司就是很当然我们25岁以下保险公司都是属于Young Driver 那当然21岁以下更样 19岁以下更样 这些保费当然你越年轻 你的驾驶经验你的驾铃越少 这个保费当然就会比较贵 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跟家长来保的话 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家长当然他开始拿到执照的时候 就会加到他们的保单里面来 可是当然你在练车的时候 有些保险公司当然要看你保的是哪一家公司 如果说你是自己独立一个人的话 那你一定要买保险 如果说是跟家庭在一起的话 16岁刚开始拿学习执照 有些保险公司在这个练习的阶段中 他不会算你保费 有些保险公司会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如果说孩子开始上了 拿了方向盘 拿了钥匙上了车 你确实要打一个电话给你的经纪 或者打给你保险公司 确认说今天我孩子在练车的情况之下 拿着permit 有没有保这个保障 需不需要特别做些什么 不要说今天在练车中 不小心发生一个小插状 或者被警察拦下来 而被抓到今天没有保险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罚款 等一下下个单元 我们要讲说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 比如说15岁半 16岁 他们拿到一个临时的家长 当然父母 或者是陪在旁边开车 其实有些时候 这些孩子们 家长可能没有想到 或者是根本没有给他们买任何保险 所以一旦出了任何的差错的时候 出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还有好多的关于 这个驾驶 买保险 汽车保险的一些议题的话 那等一下接下来三个单元 继续请教罗白瑞先生 待会儿见 请教罗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